这条野狗发情了 它找不到同类的伴侣 强烈的本能让它的身体很诚实 于是找到了这只猎狗 它们原本是大自然的死敌 但如今却表现出亲密无间 是什么原因让一条野狗 会发生如此重大的改变 甚至和非洲二哥亲密相伴 一只孤独的野狗艰难求生 一直在寻找一个较佳的地方 这里是博茨瓦那的 奥卡万哥三角洲 这里雨水非常充足 甚至每年都会洪水泛滥 这里是狮子的地盘 但还有一只特别的野狗索罗 他是整个族群最后的幸存者 但今天他不是一个人 已经有了非常亲密的同伴 索罗回想起过去 他也有一个温暖快乐的家 索罗的家位于奥卡万哥的中心 他曾在这里无忧无虑地生活 那个时候家族成员多达40个 属于大型的野狗族群 野狗捕食最大的竞争对手是猎狗 猎狗不但狡猾脸皮还厚 还长得一脸的猥琐 只要野狗群捕捉到猎物 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会下狠手去抢夺 落单的猎狗常常会被野狗群 咬得屁股开花 但是仍然死心不改 导致家族没落灭绝的 不是猎狗而是狮子 主要的罪魁祸首是猎物太少 这个狮群成员多达30只 在这个四周被洪水包围 地方不大的岛屿上 能捕捉的猎物少之又少 没有办法只能灭杀竞争对手 在狮子的两年疯狂追杀下 索罗族群现在只剩下他和两位同伴 然而没过多久 连两个同伴也消失了 索罗成了孤家寡人 没有了族群的帮忙 现在连吃饭也成了问题 况且四周还充满了敌人 他孤零零地走着 嘴里发出痛不欲生的悲悯 野狗是高度依赖群居的动物 没有了族群他将很难活下去 这几天以来 索罗一直在寻找家人 但结果是一无所获 好在索罗一直坚强 没有被磨难给打倒 突然在某一天 他遇到了一只年轻的猎狗 本是两个竞争的族类 此刻他们却四目相对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一见钟情 在对方的四目交流后 双方相伴一起上路 索罗原本是警惕对方的 毕竟单打独斗不是猎狗的对手 但他现在什么也没有了 也就不存在害怕是什么 索罗现在最迫切的是建立新族群 这只年轻的猎狗成为首位成员 索罗不知道的是 年轻的猎狗在族群中 身份很不一般 她是族群首领的女儿 也可以说是一位公主 将来是要继承王位的人 索罗来到猎狗群中 没有一只猎狗赶出来为难她 猎狗也是以家族为单位的群居动物 这只野狗发情了 她找不到同类的伴侣 强烈的本能让她找上这只猎狗 原本是动物界的死敌 如今却变得亲密无间 野狗觉得还不够 于是又找上了狐狼 野狗和狐狼算是一个远亲 狐狼也是比较聪明的机会主义者 索罗和狐狼交上了朋友 并花上几周的时间 狐狼一家成了她的亲密好友 三种不同的动物组成队伍 共同外出捕捉猎物 索罗先隐藏在树丛中 再以60公里每小时速度冲锋 在紧密团结的合作下 一只羚羊手到勤来 猎狗们也来分享猎物 索罗做出重大的改变 让她获得了新生 索罗和狐狼一家组队已有三个月 狐狼的幼崽越来越大 一家子内心充满了落寞 为了奖励这一家子 索罗决定捕捉一只羚羊 来犒劳这一家人 小狐狼看到索罗回来 就热情地出来迎接 并像父母一般讨要食物吃 把索罗当成了自己的家人 索罗休息时 一般会和狐狼在一起 毕竟狐狼反应比较灵活 容易发现狮子的踪迹 时间来到了四月 周围的洪水开始干枯 索罗也失去家人有了两年 季节不停地变换更替 索罗发情了 为此他很困惑 没有可以交配的同伴 身体的本能 让他对猎狗产生了好感 猎狗公主也发现了对方的异常 上前安慰这位亲密的好友 索罗渴望有自己的孩子 所以他在不停地寻找同类 但野狗的活动范围很广 行动速度也非常的快 能遇上同类是件幸运的事 索罗发现前方有同类的气息 他兴奋地上前去确认 并撒了抛尿留下自己的信息 气息能保存几天 时间来到了冬天 连最后的水塘也干枯了 动物们开始前往水源之地 索罗也是其中一员 来到狐狼的家做最后的告别 之后前往水源之地 明知道那里有狮子很危险 但为了寻找自己的同类 哪怕那里有三十多只狮子 他也不得不冒一次险 除了狮子还有花豹 花豹比索罗大两倍 但索罗装枪作势 反倒是向花豹冲去 吓得花豹赶紧爬上树 花豹以为是一群野狗 所以吓傻了 索罗早上抓到一只猎物 吃着早餐时 却引来了一群猎狗 这群猎狗他不认识 所以只好先退走 不巧的是又来了狮子 狮子和猎狗把它夹在中间 关键时刻索罗趁机逃走 经过一个小时的狂奔 索罗想回到原来生活的地方 但遇上一群狐狼后却停了下来 这个家庭有父母和四只幼崽 幼崽才六周大还没断奶 野狗看到狐狼幼崽 一般会吓毒手杀死 但索罗很渴望有一个家 不由自主地走了去 狐狼吓得在旁边大叫 想要赶走索罗 但索罗的本性大发 直接走向了洞口 待索罗走后 狐狼一家吓得马上搬迁 重新找了一个白蚁窝住 索罗在原地休息一晚后 早早起来并没有打算要离开 之后直接朝狐狼心动学去 索罗把狐狼父母赶走后 在洞口前坐了下来 狐狼父母还想进行抵抗 但在几个小时后 只能无奈地选择离开 索罗是一只雌性野狗 自从发情后母爱泛滥 直接把狐狼幼崽占为己有 为了赢得幼崽们的信任 他特意出门准备了美食 野狗和狐狼喂养幼崽方式 基本上是相同的 一只猎狗往这边走来 在准备接近洞口时 索罗凶猛地扑向猎狗 个头虽比对方小一半 但母爱的力量是伟大的 他无所畏惧地赶走了猎狗 第二天 索罗仍然带着食物 回到洞穴中喂养幼崽 狐狼父母看到索罗 没有伤害自己的幼崽 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狐狼爸爸负责引开索罗 而妈妈趁机给幼崽喂奶 一场夺子大战就此展开 但随着大象的一声吼叫 吓得幼崽跑回了洞中 索罗连续两天霸占了人家的孩子 狐狼父母也没有放弃 到了第三天 狐狼父母想到了新的办法 趁索罗睡觉休息时 再喊出四只幼崽 并带着幼崽们逃之夭夭 等到索罗发现后 立马在后面一路狂追 只一会的功夫 狐狼一家逃走了 索罗也没有再追的意思 转身再次成了孤家寡人 没有家人 没有同伴 也没有家 他难过地流下眼泪 此时他身心疲惫不堪 新的季节到来 羚羊群开始繁育后代 这是一个捕猎的好机会 狐狼也选择在此时繁殖 一只小羚羊成了盘中餐 狐狼父母吃饱后 把多余的猎物带回家中 幼崽们又长大了两周 就在这时 没有离开的索罗 母爱让他还忘不了狐狼幼崽 突然出现一只猎狗 他是嗅到猎物才来的 看到幼崽们有危险 狐狼爸爸主动骚扰猎狗 虽然不是猎狗的对手 但狐狼爸爸一点也不害怕 索罗看到后也冲出来 和狐狼父母一起对付猎狗 三打一下的猎狗坐地上护缸 经过一番较量后 猎狗主动认输自觉离开 索罗拔刀相助的举动 也赢得了狐狼父母的信任 索罗默默地在旁边守护 随着雨季的到来 天空中一阵闭声 把索罗吓了一大跳 即使是下着倾盆大雨 索罗也要为狐狼一家捕捉猎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 终于从远处来了一群野狗 野狗群有着16只成员 奔跑了一路停下来喝口水 顺便在此地休息一会 到了晚上再出发 他们或许能发现索罗 在几公里之外 索罗正和狐狼一家在休息 在索罗的帮助下 几只幼崽也顺利长大许多 但现在危险在慢慢靠近 狮子盯上了他们 索罗主动奔跑起来 好隐开路过的狮子 在一公里之外 外来野狗群前进捕食 他们正往索罗的方向前进 索罗也发现了对方的靠近 他也想加入对方的族群 但为了保护狐狼一家的安全 他主动选择了离开 如果遇上对方 要么被接纳 要么被杀死 野狗群来到附近 也发现了索罗的气味 第二天一大早 外来野狗群离开了 索罗又回到了此地 狐狼一家看到他回来 很热情地出门迎接 索罗一直很孤独 很想有一个家 但加入其他的野狗群 不是他想要的 或许有一天 他能遇上合适的伴侣 重新建立属于他的真正族群 默默无闻地守护狐狼一家 是他现在心中所坚持的 谁说跨种族没有感情 索罗虽然单身没有自己的孩子 但他也是一个伟大的母亲 默默守护着不是同类的孩子 大家觉得呢 同意的点个赞 不同意在评论区留言讨论